大和劇的名称原来是从法文来的 大和劇所提倡的精神 必须包括坚持、热血、勇气、使命感和担当 以及全心全意的付出 你感受到了吗? 大和劇故事背景时代最多的 平均收视率最高的 还有最年轻的主角演员是哪些作品呢? 而在所有大和劇中出现最多次的角色又是谁呢? 各位公游大家好 我是公头坚 每年1月呢 日本的NHK都会推出年度的台嘎ドアマ 也就是大和劇 如果和我一样对日本文化跟历史有兴趣的人 相信也会成为大和劇的爱好者 今年2023年的大和劇《怎么办家康》 于1月8号首播 而台湾的KKTV也取得播音权 每个礼拜天要同步跟播 其实去年刚播完的《连仓店的13人》 我有许多朋友都非常的赞赏 也难得有像那样期待每周更新的大和劇 延续到今年这一步 当然也怀抱着期待 由松本润主演的《怎么办家康》 可能还要再多看几集才能做评论 但这一集我想先跟大家来聊聊 大和劇是什么 或者可以称为大和劇观赏指南 分享一些我知道的资讯 以及自己的喜好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之前曾经有朋友在脸书上面问过我 说大和劇的原名 是否应该叫大和劇 因为大和民主嘛 但是顾虑到亚洲各国的观感 所以才改成大和 其实不是的 大和一词呢 是来源自法文词汇中的 Among Fleur 也就是大和小说 主要是指以家族世系的生活为题材 围绕主角人物 展现时代发展的长篇小说 在华文世界中也有不少大和小说 例如《寒夜三部曲》 《浪逃杀》 或者《巨流河》 以及近年陈耀昌医师的 《福尔摩沙三足记》等等 日本放送协会 也就是NHK 引用这个名词 将它改为戏剧的形式 从1963年开始 每年制作一部 每一部大约50集 播出一整年的大和剧 而从它诞生开始 便着眼于 以人的角度来展现广阔的历史 如今已经进入到第60年的大和剧 故事发生的背景 也从平安时代到近代 跨越了十几个世纪 而这些戏剧的主题 涵盖了战国时代的群雄厮杀 德川幕府的权势与阴谋 近代化路程的艰难摸索等等 因为大和剧是建立在史实这个基础上 剧中对于历史情境的还原 细致的考究 历来也都获得观众的肯定 花与茶 琴与棋 仪态与语法 服饰与道具 都经过专家精密的考究 而演员在精美写实的场景中演出 本身就产生了与历史的还原和接触 也使得观众看剧的时候就更加融入其中 但虽然是以史实为基础 还必须加以戏剧化的改编 增加艺术张力 必须准确地把握平衡点 才能创造受欢迎的条件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无论是大和小说或者戏剧 讲述的是人的历史 而大和剧的主角 却不仅限于像 知田信长 封城秀吉 德川家康等等豪杰的对决和兴衰 还有悲情人物 例如真田信凡 浪漫情怀 例如板本龙马 忠诚服从 如新选主的浪士 以及历史中的小人物 也都曾经被作为大和剧的主角 而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的描绘 在不同的剧中 也有着不同的角度 随着考证资料的不断充实 人物的形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我认为这正是大和剧的魅力所在 但是NHK毕竟是国家电视台 所以大和剧所提倡的精神 也必须包括坚持 热血 勇气 使命感和担当 以及全心全意的付出 这固然是剧情的需要 但对于观众而言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也被剧中的人物所激励 无论校与类 生活总要向前 将历史教科书无法展现的人物生涯故事 生动地展现给观众 就是大和剧的使命 我们知道了大和剧的使命之后 就来回顾一下历年大和剧的一些统计数据 好比说故事发生的时代 最多的是战国时代 小说被改编次数最多的 则是司马辽太郎的作品 而追溯历史最早的 是描述平降门的风雨云雨红 平均收视率最高的 则是杜鞭谦年轻时的成名作 独眼龙正宗 高达39.7% 而首播收视率最高的 则是钟景桂衣主演的武田信玄 竟然达到42.5% 播放时间最短的是 陈顺城小说改编的《琉球之风》 只有23集 而最年轻的主角演员 则是演出赌鸡的宫崎奎 首集播出时他才22岁 而演过最多次大和剧的演员 不是西田敏行哦 是今年78岁的江首彻 而在所有大和剧中 出现最多次的角色就是 德川家康 虽然我看起来像是一个 长年的大和剧观众 但其实对于老派时代剧拍摄的手法 也并没有太多的热情 所以严格来说 是要到新派大和剧的出现 才真正有耐心可以看得下去 当然因为研究或者好奇的动机 也会去找过往的老剧来看 印象中1996年的大和剧秀吉 是我真正愿意追剧的开始 除了小六李四郎作曲的主题音乐以外 应该算是足中食人的风格 和演技的肯定 至于拍摄方式 美术还有悬角的革新 我觉得2002年的利家宇松 是一个转折点 包括采用了当时正宏的 《反丁龙史》和《松岛菜再子》夫妇来演出 也成功吸引到年轻的观众 而到2008年的《赌击》 达到那个阶段的巅峰 因为是我喜爱并且熟悉的木末题材 当时每天还在网路上同步讲解剧情 算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至于今年拍摄手法的最大革命 则是死至2010年导演大有其始 为龙马传定下的类写实风格 人物的服饰不再永远那么华丽闪亮 一层不染打平光 而是开始有了质地 当然这种写实手法 用在木末题材令人惊艳 但是后来的平清盛 试图打造一个类写实风格的平安时代 观众就未必能够接受 当然我相信也有人会说 那就是大和剧走下坡以及迷航的开始 就是你到底要继续满足 老一辈观众习惯的戏剧节奏跟装法服饰呢 还是要试图去获取更多年轻的观众呢 那到底有多少年轻人 愿意在周日的晚间守着电视呢 其实光是观看大和剧 每一年试着在面对收视困局动的调整和企图 本身简直就成了一种乐趣 例如今年他们找来松本润演德川家康 可以说是一记猛要 我非常好奇并且期待成果将会如何 但我也同意 近十多年的大和剧题材 太集中在战国以及木末这两个时期 幸而连仓殿的十三人 以及明年的至光之君 拉开到不同的年代 像我自己其实是对士丁时代非常有兴趣 毕竟今日我们如果去京都 见到的许多古迹 不少都是那个时代的遗存 虽然以前也拍摄过关于日本南北朝的太平记 但毕竟事隔多年应该是可以再拿出来拍了 当然作为观众我们可以说的轻松 可是人家制作大和剧可是非常严谨漫长的过程 通常从策划选题到放送结束 每部大和剧的制作周期约为两年 除了数量庞大的演员之外 从统策全局的制作人到全剧核心的编剧 从各方面的考证专家到剧组制作人员 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在两年的时间里面 整个团队团结协作去完成一部史诗 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大和剧的制作人首先要做的 就是找到一个好的编剧 确定题材主角人物和演员 而完成剧本 从一月选题到九月开始拍摄 编剧有半年多的时间专心写剧本 其实以我写书跟写脚本的经验 半年多真的不长 那剧本一般有两种 像是《花之生涯》或者《国道物语》等等 是由原作小说改编的剧本 或者像《诗子的时代》 《新选组》这种由编剧独立撰写的剧本 无论是哪一种 都需要制作人和编剧先确定题材跟主角 这是一项艰难而且压力很大的工作 当然有时候决定题材凭借的就是编剧的 个人喜好好比说三股信喜的新选组和征田丸 但有时候也要参考日本的重大事件 例如2013年放送的八重之音 讲述的是明治时期 新岛八重的一生 而这个故事的气化 就是源自于2011年 日本发生了311大地震 希望给予东北灾区的民众鼓舞 而在军师官兵卫之后的花燃烧或者花燃 又像是一个区域平衡下的产物 《大和剧》并不是单单描述历史的电视剧 除了注入编剧的风格 更承载了各地民众希望借由历史表达的祈愿 有人曾说 如果有一部以大和剧的制作为主题的大和剧 那么主角一定就是大和剧的编剧吧 在21世纪最耀眼的明星编剧们 就包括了《赌鸡》 还有《江公主们的战国》的编剧《田园九梅子》 《韦陀天》 《东京奥运故事》的《宫藤观酒郎》 以及《新选组》 《征田丸》 《连仓店》的《十三人的三股信誓》 其中《公藤观酒郎》 曾经写过许多叫好又叫做的日剧 包括NHK的陈间剧《小孩女》 但似乎和大和剧《水土不服》 《韦陀天》《东京奥运故事》 创下有史以来最低的收视率 但我觉得非战之最 可能也是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 而至于《三股信息》 很擅长在紧凑的戏剧节奏中 加入喜剧的瞬间 创造出很好的戏剧节奏 虽然我有朋友认为 《连仓店》的《十三人》写到后来太黑暗 丧失了大和剧乐观向上的意义 收视率也未必有起色 但至少从观众的角度来看 《三股信息》可以说是最跟得上 时代脉动的编剧之一 而如果我们回顾以往的发展过程 大和剧第一次的改革是始于 1980年前后 因为当时距离大和剧开播已经过去十多年 新一代的观众成长起来 而日本历史上极富盛名的这些人物 也多半已经登场 他也就走上了不得不改的路线 所以在1978到1982年 出了一系列风格迥异的作品 但因为年代太久远 看过人应该不多就不细说 但当时的革新并未带来更多人气 反而是老观众觉得大和剧 如果以现代人物或者是虚构人物为主角 便不再像大和剧了 所以到了1987年 大和剧重新启用时代剧 也就是历史古装剧的路线 诞生了大和剧史上 至今难以超越的三部曲 独眼龙正宗 武田信玄跟春日局 而人物传记的风格得以奠定基础 所以如今大多数历史迷 或者是大和剧爱好者的印象 也来自这三部作品 而进入到21世纪 NHK进行了第三次的改革 从2002年开始 大和剧的演出阵容 全面青年化偶像化 例如前面提过的《丽嘉宇松》 《佳赫百万诞物语》 启用当时刚刚结婚的返丁龙史 跟松岛蔡蔡子为主演 炒热的话题 之后相继邀请杰尼斯事务所的男性偶像 松岗昌宏 《香曲圣吾》 龙泽秀明 和金锦毅连续出演 《武藏》 新选组《易经》 而从2006年开始 大和剧逐渐有了女性化的倾向 首先是2006年 由仲监游记会担任 《公民十字路》的主角 2007年《风铃火山》 启用视觉系歌手Gakuto 出演《战神上三千区》 2008年《赌击》之后 更是开启了一系列 女大和路线 从那时到现在 大和剧可以说又历经了 写实化的阶段 而近年来 在手机 YouTube 以及各种串流平台的夹集之下 收视率更呈现 江和日下的趋势 再度面临不得不改革的局面 但可以肯定的是 NHK的求新求变 是不会停下脚步 而作为观众 都是非常乐见的 最后 我还想跟大家聊聊 大和剧的主题音乐 我曾经在《版本龙一》的 那集影片中提到 日本几乎所有知名的作曲家 都要做过大和剧的主题音乐 似乎才能获得社会认可 的确 大和剧的主题音乐创作 代表了日本的顶尖水平 翻看历年大和剧作曲家的名单 也就大概能了解 日本历代最出色的作曲家了 包括 作曲家的创作通常是和大和剧的筹备同步进行 他们把对作品历史和人生的深刻了解 融入了创作之中 当日本人被问到 你最喜欢的大和剧音乐时 有几部作品的音乐常常被提到 例如 风陵火山的军乐风格 易经仿佛令人穿越时空 回到遥远的平安时代 而新选主则是以意大利声乐的吟唱 以及东方与西方音乐的冲突性 展现时代变迁中 人们的奋劲与不安 而我们最熟悉的《赌击》 也是我最喜爱的其中之一 则是在旋律中浓缩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当看完全剧再回头听音乐 更是赞叹于作曲家吉宇良 对这个角色跟剧情完全理解的用心跟才华 当然近十年来 还有龙马传的热血豪情 平清盛的无常低营 花然的革命壮志 以及九十让为分成三年播出的 板上之云所作的曲子 完全展现了明智时代的乐观和昂扬的风格 更不用说版本龙一为八重之音做出了一首沉浸压抑悲伤的主题曲 听到最后却又是充满和解跟希望的结尾 大和剧可以聊的面相真的很多 还包括各种制作的细节 以及演员在演出时候必须学习的各种古代的技能 特别是在日本当地播出的时候 每一集的最后都有短短一两分钟的剂情 也就是实地去造访本集故事发生的地点 有时也会引发旅行的热潮 因此每一年各地的政府都会配合大和剧的播映 开设跟剧情有关的主题展览馆 或许细心的朋友也联想到 我所撰写的《龙马之旅》这本书 是不是也受到这样的启发 其实我初次开始进行旅程的时候 大和剧都还没有播出呢 但不可否认的 当我看到那些剂情的影片 许多地方我都去过 难免感到自豪跟欣慰 同时当我读到 大和剧是以人物为主角 展现时代背景与精神的时候 更有一种知心的喜悦 因为我的旅行跟写作 也多半是依循着这样的信念跟方式 也难怪我会成为大和剧的爱好者 你看过大和剧吗 你最喜欢的大和剧是哪一部呢 用你最喜欢的大和剧主题曲是哪一首呢 都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光头间观点的历史和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